好 技術問題排除了 那我們現在就請瑞可直接開始 好 謝謝大家 呃 陳夏還在現場 我這個問題已經吵過他很多次了 等一下還會再提到 他還會再給我出場一下這樣子 好 這一場我要講一下全民自由在台灣 那演講的主要目的跟大家講一個 呃 著作全法上蠻嚴重的一個 好 也不能講嚴重 好 反正就是一個問題就對了 然後也呼籲大家希望能夠交換一些行動出來 好 那 呃 還是先 因為我不知道現場的人平常接觸著作全法怎麼樣 所以我們還是先從基礎開始講起 就什麼東西叫做全景自由 那這個其實在著作全法裡面一個例外的狀況 他主要是處理建築啊 雕塑啊 其他遺書 在戶外或是在公眾場合的一個情況 好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這種例外的狀況 我們可以先想像一下 這個別的都是放在所謂言論自由跟表意自由 這樣的一個脈絡底下去討論啊 好 那我們可以先想像一下 比如說這是拍出來很漂亮的一個台北市的 算是服飾圖吧 台北市的市井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最著名的地標台的101 好 這張建築其實本身也是一個經過設計師設計 然後有它一定的形狀的 甚至可以把它拿來註冊商標 所以它當然是屬於註冊權保護的標的 所以是人類智慧的一個場合 所以假設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萬一它太過麻煩 必須要被注意很保護 不能夠隨意複製的話 我們可能台北市的圖形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必須要把它馬賽克 然後看起來比剛才那張圖還要糟糕 好 所以全景自由其實在處理這樣的狀況 就是在戶外我們現在路上其實就是經常拍攝 那因為它是公共空間 它是大家很難去避免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必須要給它一些例外 好 就是說你拍攝到 然後讓它入境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祝福權不會判你侵權 好 這樣的簡單的解釋啦 好 那台灣的全景自由呢 是規定在祝福權法第58條 好 第58條 裡面的內容是這個樣子 它是用排除的方式 好 就是說在這個街道公園建築物外面 或其他項公共開放之戶外場所 長期展示的美術或建築著作 可以用任何方式利用之 好 我們整個句子讀是這樣子 但是它排除了四個情況 好 第一個情況是 我們用建築的方式 重新製作一個建築物 比方說我再去蓋一個台北101 好 我再去蓋一個縮小版的台北101 蓋到10.1層這樣子 變台北10.1 好 這樣是不行的 那雕塑的方式 重塑雕塑物也不行 就完全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雕塑 在別的地方 這也是不行的 那第三個 就是你也同樣在其他公園 就是開放的地方 然後又長期展示 好 那第四個就是專門販賣 就是我拍了之後 我拍攝了這個重置物之後 我就是目的就是要拿來專門販售的 好 這四種狀況不行 那你很明顯的你可以看得出來 前面三種狀況都是有一點點取代性 就人家是一棟房子 你也蓋一棟房子 人家是個雕塑 你也搞一個雕塑 或人家本來就在戶外展示 你硬要在別的地方展示 只有這個第四個狀況很奇怪 他跟前面 他不是說完全做一個複製品替代品 而是他管制到了其他複製品的使用方式 好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會造成問題 我的那個主題上面前面有一個比喻 就是說讓世界看不到台灣的伊麗莎 實際上他本來認定上是一個很小很小的管制 但是會造成蠻大的一個聯誼後果 好 我們現在法令先講兩個小問題 兩個小問題不是我今天要主講的 但是也可以帶一下 第一個是戶外的定義不明 有些國家的這個全民自由 它是正在公共 它是所謂的公共場合 因為戶外這件事很尷尬 比如說地下街到底算不算戶外 好 有沒有說我們要出去走走的時候 會不會選擇地下街 其實是有可能選擇這個標的 而且你說戶外 那這樣算不算是變室內 這個概念變得很奇怪 還有更有趣的是車站月台 我們知道台鐵的車站月台 除了地下化的 是在室內之外 很多的月台根本就是遮風擋雨的那個棚子 可能都只做一半 你要跟我講那個叫室內 這個感覺也非常的詭異 然後捷運車站 那這樣捷運車站 不捷運車站 輕軌車站跟公車站 很多有個頂棚啊 難道它也變 突然變成室內了嗎 好這個都是一些小問題 那還有台灣人其實去廟宇 廟宇都是公開對外的 然後你跟我講說 在那個廟宇屋子裡面的東西 受到著作權的保護 好這個對很多人的習慣上面覺得很乖 我們覺得那個就應該是大家的場 好這個是小問題 再來 我馬上挑一張 好沒有沒有 好那這個小問題當然還是會 會遇到像這個地下道 公管地下道在2019 就是香港反送中那個時候 也有一些連儂牆去支援嘛對不對 這個就明明到 它會被判定成室內 好那這個問題我等下再講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就是它這樣的規範 沒有考慮到一些本土的賣肉 有一些民俗活動 並不在它定義的那個 可以排除在外的一個狀況 好比方說 最明顯就是那個 我們的每一年的元宵節的燈會 好現在除了台灣燈會之外 各縣市比較大的縣市 會辦自己的燈會 那那些藝術品呢 我們一般都認為 反正我們就隨便排隨便上傳嘛 實際上沒有看過任何市政府在宣傳說 欸這邊花燈都是蛀 拍完了不要給我上臉書 因為它不是全景自由 規範的範圍 它只有短期的展示 它沒有長期的展示 但這件事情跟我們的那個那個那個 情感跟我們的習慣完全不相符 那你跟人家講說 好從現在開始 我就上去Facebook檢舉 所有上傳台灣燈會 花燈的全部都檢舉 違反諸位權 這樣也非常詭異 好這兩個都小問題的 我重點在 剛才我們講了四個 排除條件 這四個排除條件 之外你都可以隨意使用 好但是那四個排除條件裡面的第四項 其實它排除了商用限制 好所以你專門拿來販賣的話 是被它排除在外 就不能夠引用這個 全景自由的這個條款來免責的 那這就會導致喔 第一個 它跟CC就不相容 就不相容 除非你引用了NC條款 你跟開放的那個CC 就是CC by CC by SA 或者是那個 無NC的條款 就沒有辦法相容 好沒有辦法相容 好那我就說那我不相容 就不相容 好不要選NC條款 可是其實這樣會造成的 流通上的不容易 好你說沒有啊 我可以直接 我不要商用就好了 自己貼自己用自己開心 但實際上你 我們知道我們很多時候那個 東西要能夠流通 靠的是商業利益在後面驅動 那我現在拍完之後 陷入尷尬的狀況喔 我們平常可能就免費取用 我們很大方向人家免費取用 那免費取用的話 因為我就已經不想收利益了嘛 所以我也不想要在這個地方 花太多的行李去處理它 我就選擇直接CC宣告 那CC宣告 你就不用來一個一個 簽授權書了 你就是直接按照這個條款 拿走拿走拿走 好都跟你們用 那另外一種就是付費授權 那付費授權你願意給我錢的話 那我當然就慢慢跟你談條件 然後簽到有夠滿意的價格 跟你去用 好現在這兩條路都不行 因為你免費取用 它並不符合 並不相容於CC的 非商量以外的條款 所以你不能用這一招授權 那你要簽付費授權 然後被禁止 所以你用可以想像一個狀況喔 國外如果有個媒體想要 報導台灣的一個公共藝術的東西 然後他發現有一張照片很好看 他沒有辦法派記者到台灣來 他就想要用那張照片 他想要用那張照片的時候 他用CC沒有辦法取得 他要跟你簽授權說 那你把這張圖賣給我 你就違反那個不能拿去 不能拿去專位販售使用 這件事情齁 所以變成唯一的辦法就是 創作者你必須花時間簽一個 好我決定跟你談一個條件 然後我簽個約 然後把這張照片 他用無償授權給你 好這樣才可以 這樣才可以流通授權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 蠻奇怪的狀況 好造成流通上的一些麻煩 那甚至也有可能編成是 這樣打壓言論的一個機會 好那比方說 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反送中連龍牆的圖對不對 嗯 那個上面有很多都是寫一些字句 那個還好 那個還好 但是有些人用畫圖的方式 或者是用那個便利貼排成一些圖案 來表達他們 對 呃 對於當時香港情況的一些想法跟 跟意見 然後呢 呃 當初有攝影師拍的很大張的圖 然後把它放到 呃 維基百科上當作是 而這些共產資源上面當作是一個保存 結果現在真的有些被檢舉成功的話 我們就先暫時把它下架 好 因為他認為那裡面 這個這件事情真的超級誇張 就是說 呃我們現在 就算 很多很多的公共藝術 我們還可以去找著作權說的人去 好 我們想想讓他捐贈吧 這個東西當初你畫一畫貼了就走了 上面也沒有署名 我到哪裡去找這個捐贈人出來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呃 我去問律師我就不要講是誰的 反正 台灣製作權律師有名的就那幾個 哈 查一下就看得到 那律師說 啊你太誇張了 維基太誇張了 啊 那個Facebook上滿滿的都可以用啊 你不要商用 你資源可以啊 怎麼可以說看不到 那我就覺得很好玩 我就是 呃 維基百科他再怎麼樣 就一直是全世界流量最大的 全5名的網站之一 然後還是免費的 然後你要用靠著那個商業的 不開放的 沒有辦法公開的 然後演算法 不一定找得到的 網站平台 用大量的方式來處理你 為什麼不讓我們可以在 維基上面好好的放一張 拍個飄飄亮亮的東西出來 好 那當然也不是完全不能繞開啦 就是說 呃 好像我們有一些解釋上面是說 只要不把那個東西當作是照片儀的主軸 就是我們順帶帶到的話 他就沒有問題 但這件事情就很好笑了 就是我們要介紹這個東西 然後我的景物就是拍的一大堆都是別的東西 然後我告訴你 欸這個角落 好 你可以想像這種情況嗎 我們要跟 我們要跟國外的人介紹 然後你去八卦山看大佛 然後給他照片 沒有八卦山大佛 只有八卦山小佛 好 好 那 那 回過頭來說 如果我們的不方便是為了保障做創作權的 創作者的權利的話 那 可能我們必須要讓步 因為創作者最大 可是 創作者的權利需要保護嗎 痾 創作者在獲利上面會不會受到影響 其實大部分的狀況不會 對 因為為什麼會 他會變成公共雕塑 他會變成一棟房子建築等等的 實際上這些東西都不是像很多的創作者 我們好 比如說畫家畫完了之後放在畫廊 然後等待有圓人 不是有圓人 有錢人 等待有錢人在旁邊貼一個小點 然後到這個買走 他才有獲利進來 大部分的公共藝術都是公開招標 對不對 或者是有人就是想在這個地方蓋個東西 我就委託給某個藝術家 當他創作完成的同時 其實他工程款已經拿走了 設計費已經拿走了 他的獲利已經入袋了 這些創作人幾乎沒有人 有意識到說 那我後面是不是應該要來壟斷一下這個 民信片散售的權利 我還想這邊收一點口口 其實沒有 他們大部分預期就是我的收入 就靠做這個案子 我就有一筆 設計費有一筆工程款可以進來 那有少數的 他根本就是工藝免費的創作 然後捐贈在外面的 並不是每一筆都有獲利 但是剩下的可能就是工藝免費創作 我們幾乎很少看到有什麼樣子的 戶外公開的藝術創作 是做完之後 然後我在想辦法跟參觀者收費的 因為這某種程度上有一個難度 有一個難度 你真的要圍起來收費 你就放在戶外看不到的地方 你才能讓人家進來收門票 對不對 好 另外一方面 其實有很多這樣的藝術品 這是他放在戶外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創作 並不是在作者做出來的當下就完成 後續大家跟他的互動 跟他的合照拍照 是替作品增加價值 不要讓你去尋找這個天使之意 他的做法就是在牆上畫兩片翅膀 在牆上畫兩片翅膀 並不是他這個做創作者的完成 他是希望有很多人發揮創意 拍這種生活長翅膀的活動 然後把它貼出來 那所以如果我們去限制 像這樣子的自由用途的時候 其實甚至有可能 我不要講說創作者沒有獲利 甚至有可能去損害到 某一部分的損害到 這些公共藝術的價值 好 那我另外要討論的是 有些時候可能不是選擇 不是造成利益損失 他會不會對原物品有取代性 其實立體性的對我們拍照來講 幾乎沒有任何的複製性 我們不會因為我們在照片上 看過了某一個偉大的雕塑 我們就不想要到現場去朝聖 因為你到現場你可以有自己的角度 你可以更清楚的看見他的紋理等等的 那平面創作其實也說實在的啦 我們也不會因為照片看過了 我們就當做看過了 我們多多少少希望我們能夠 如果你真的對這個藝術 受到他的感召感動 我們還是希望親自到現場 親自跟他做接觸嘛 尤其是這種地景性的 好那最後就是甚至有些時候這些創作物本身就有紀念跟宣傳的用意 當你阻止它流通的時候 它就違背了很多的設置的本質 比方說像228紀念公園這樣的一個紀念碑 我們並不希望它必須要限制住只能到現場來朝聖 我們希望它能夠擴散出去 那比方說 台灣各地的會做出 這一張已經沒有了 這張已經被移住了 不然台灣各地的會出在那邊是怎樣 其實這個算藝術嗎 你不要因為人家做醜就不算創作嗎 他也是創作 但是這些東西很顯然都是希望大家能夠來到本地來參觀 他是要宣傳推廣當地的一些特色特產 或者是當地的一些活動等等的 那我們如果不讓它自由的使用也是蠻可惜的 好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限制了我們的使用自由 但是其實對於創作來講幾乎沒有任何的好處 好那像這樣的 這樣的限制到底在座位前方上這樣規定增加大家的成本 我們換到什麼東西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好了那我嫌棄了半天到底有沒有修法 好我先講一下看別的國家的狀況的話 確實我們確實有在更開放的空間 那台灣基本上是超日本的 好台灣的現在的權力自由會這樣規定主要是超日本的 那在上次我跟制裁局交涉的時候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要選日本 他一直迴避這個問題沒有給我任何答案 好那你說說每個國家每個國家不同的考慮啊等等的 好那那那那那你跟我講嗎 到底為什麼考慮只學日本 我們看一下其他的法例 好字可能有點小 在加拿大的話 反正你不要去copy那個著作 他自己著作權主要是保護那個建築的圖紙 好或者是在這個 好反正就是只要是放在戶外的東西 永久的那種雕塑或是建築 基本上他都不受到 都不受到這個著作權的保護 就是你用平面的方式 用繪畫用繪圖的方式去重置 攝影的方式去重置 那雕刻的話好像是對建築物的部分的重置沒有關係 好然後再來在澳洲的話也是 澳洲的話用繪畫繪圖的那種方式 基本上去複製那個非零食性放在觀眾場所 或觀眾開放場所的作品都是OK的 好我確認一下時間上來了多久 好德國的話那個一樣就是他也 他也允許就是複製 發行公開散佈永久位於公眾道路街道上等等等等的 而且他甚至包含平面 他的繪畫跟圖形 只要是放在公眾場域他都會開放 那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有蠻多 就是比較歐洲跟歐洲有關聯體系的這些國家 他其實已經做到了更大的開放 然後看起來好像指定上也沒有太多的問題 我們知道那邊還有一個葡萄牙 我們知道其實著作權的概念 主要就是從歐美那邊起來的嘛 其實早期東方根本沒有著作權對不對 那個洛陽紙櫃有人寫了一首詩 大家就互相扯扯扯扯扯扯扯 用這種方式來傳閱 然後寫詩論一包錢都沒有收到 那藝術整益都在近代 資本主持の先切之後為了保護大家的創作出來的東西 那他們是著作權法這個概念 著作權這個概念的發明地 但是他們都能夠做到那麼開放 那我不知道台灣為什麼模仿意本 這個問題我沒有到答案 好 所以 當然這個修法是可以去倡議的 但是有需要更多的理由去说服 要不然现在制裁局就说反正我们就看日本 我们就看日本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这几件事情了 第一个是我们送了公文 请制裁局给他好好解释一下法令 我有暗示他说我们希望怎么解释 然后他就回函说我们不能这样解释 简单讲就这样子 那这个过程其实也没什么 我就确定一下各种死角 他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而且顺便就是因为我得送 我就让公文花点时间来回我的公文 我也是会爽一点 好了那也没有找过立委去澄清 因为我刚才为什么讲那个八卦上大佛跟小佛的八卦 就是找了一个彰化在地的立委办公室的主任帮忙 那所以就用这个例子这个论述去 去让他有个介入的空间 那次我们跟制裁局就开了一个协调会 那也大概交换了一些立场 然后也讲了一些东西 事后他们也在立委办公室的要求之下去 发函给他们的咨询委员 就是我刚才讲的著作权名律师 然后名律师发表一些文章 对我们不是很有善就对了 对我们的诉求不是很有善 好这两个当作做完 目前已经确定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用法律解释就可以过关的可能性了 好就可以放宽的可能性 我们可能是一定要走到修法的流程 那可以做什么呢 呃就就希望各位能够帮忙 第一个我现在很非常需要的是 而这个相关主题 他的立法原因跟背景的研究 因为呃这个我确实一时半刻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好那呃如果能够让我读这些东西 下次要打制裁局点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 就告诉他你凭什么选日本 为什么不选欧洲人家讨论到这些这些 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那再来就是那不同的立法方向的话 对市场会不会有影响 因为欧洲里面有个很奇葩的国家叫做法国 法国对著作权的管理非常的严苛 他甚至连巴黎铁塔不能随便乱造 因为巴黎铁塔已经盖很久了 他已经超过这些他已经不在著作权保护范围 但他们解释说巴黎铁塔上的灯光也是一种艺术 但是他是最近才装上去的 所以所以你夜景不能拍白天可以拍 这也是很奇怪的话那个状况 好那呃还有就是我因为我像我刚刚已经举例的那个呃 台湾灯会啊各个灯会其实也蛮适合开放的 有没有更多在台湾的脉络底下 那我们觉得其实在欧洲没有讨论到 但是在我们的习惯跟情感上觉得他应该也应该放进来开放的案例 我们可以做一些补充 那这一块就是假如说资料局始终不赚这些事情的话 有没有任何抗议的点子 那我要扣一下丞相 因为他上次给我一个建议啊 就是我们就拍很多八卦山小佛 没有啦就是对对 他的意思是说反正因为有这样的豁免条款嘛 如果是不小心拍到并不会被这条授权影响 那我们就拍我们就故意拍很多不小心拍到的东西 然后就下一些固定的hashtag 或是就一直at制裁局 让他们快被烦死 然后感受到我们在找他麻烦 他可能就有一些正面 那有没有更有趣的一些 就是抗议点子 而且还有甚至是有没有什么样子论述 可以真正的号召 大家愿意跟我们一起做这样子的行动 这个是需要大家来跟我们一起集思广益的 好那除了修法之外 对不起打错字不是修法之间 除了修法之外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在 因为修法是一个很长的路啦 有一件事情可以麻烦大家先帮我一个忙 就是我觉得这个诉求很合理 就是工废建制的艺术品 工废建制的艺术品 他竟然是花着我们纳税钱 而且他大部分都有宣传推广纪念的功用 那你可不可以 然后我们公家机关又有一个很差的习惯 就是举凡这些艺术品的著作权 都会在合约里面签给那个单位 永久的保存跟使用 那这样的话 可不可以麻烦大家如果有可能发挥你的影响力 请这些重要的地方政府 把这些公共艺术品公废做的公共艺术品直接CC 那我们就不用等修法 反正他直接CC我们就直接用 好 这也是一个在修法之前可以做的一个方式 好 那大概简单介绍到这边 我们后续会有持续更多的行动 那欢迎有支持是一起来联络 他会继续更为一切努力 谢谢 谢谢 大家时间都掌握得非常好 不过我们也没有什么时间 不过我们也没有什么时间可以QA 不过没关系 大家都可以找得到瑞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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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